台湾现今的教育生态出现了重大转变 新课纲实施之后的第一次学测即将在1月底登场 教育部每年底提供的新生注册率 也可以作为学生升学选田志愿的参考 教育部最新公布的110学年新生注册率 其中有7所学校不到6成 有学校甚至只有2成的注册率 面临到退场危机 有大学校长之一 认为低于6成的学校绝对不止期间 校方可能会用寄存名额的方式来美化注册率 难以反映实际的状况 加上私校退场条例迟迟没有通过 教团担心会有经营不善的学校董事会 为了校产利益 万一用粗糙的手段加速退场 迫害到师生的权益 我们也实际找到了被迫转学的师生 看看他们面临到哪些问题 记者黄毅杰 吴清俊的专题报道 还我授教权 原校毕业 还我授教权 原校毕业 我就开始写联邻 跟校长联络 办学会复联络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今天你一个办学的地方 你可以这样子随随便便 那我不知道台湾的未来是在哪里 2020年5月 未在嘉义的道江科技技管理学院 无预警宣布停办 同学和老师们除了震惊和亚意外 更担心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现在的他们好吗 他当时有承诺过我们 可以让我们原校毕业 那我们刚开始 接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蛮开心的 是想说那我们可以原校毕业 那是最好的 就是我们的租屋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的问题 都可以得到的蛮好的完善 当年准备升大三的同学们 最希望的就是可以原校毕业 但承诺跳票 历经了一年的抗争 教育部依照私校法 同意道江科技技管理学院 在2021年7月31日停办 师生被辅导安置 如果突然对转学啊 或者是去另外一间学校的话 毕竟他们也要适应一下新的环境 或者是要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 有时候看他们这样 我真的还蛮心等的 因为他们当初相信的我 从高雄来到这边 结果进去之后 跟我们预想的都不一样 讲到辛酸处语气哽咽 当初负责招生的梁老师相当自责 师生们多次北上成情 最终还是没能原校毕业 我不希望后面的学校的学生 又一直在遇到这样的状况 因为不是每个学生都知道 要为自己的权益发生 现在的话 目前看来是有被妥伤安置 因为我们在新学校都适应了 可是这个过程太辛苦了 太心酸了 这个是我希望以后的学生 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在我们这边就好了 因为我一直也觉得蛮好奇的 我们是第七所 为什么会有第七所 化名T同学回忆当初 如果顺从教育部的安排 至少有一半的学分要重修 要花双倍的时间和金钱 他读的是餐饮相关科系 最后自行找到大同技术学院就读 但却被教育部要求签署同意书 如果后续在安置上出问题 同学们得自行承担 让他非常不能谅解 毕竟稻疆科技技管理学院 已经是近年来第七间退场的学校 2014年高凤数位内容学院 和永达技术学院停办 2018年高美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2019年亚太创意技术学院 南融科技大学 2021年有台湾观光学院 和稻疆科技技管理学院 加起来共七校无法再营运 而在小子化的未来 倒闭的私校数量可能会越来越多 即便退场条例通过之后 这些私校的董事会 在学校停办之后 还是保有三年的时间 可以去转型改办其他的事业 那我们觉得这个漏洞的存在 就是会让私校 他是会不愿意好好去处置 教职员跟学生的后续 就很粗糙的去停办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自校退场条例从2017年提出 但当中对于校产充公转型的时间 各界有不同意见 迟迟都没有定案 你起码不能把它一刀斃命 然后财产归功 这个在目前在私校 有不同的一些论书 可是从私校的角度来看 这个有没有违背到宪法的部分 因为不管有一些论述说 因为你教育部有补助这一所学校 那补助可是它不是补助你取的土地 不会补助你盖房子 自校如何才能妥善退场 条例中还有许多争议 有待找到平衡点 而对新生和家长来说 都要避免选到可能面临倒闭危机的大专校院 因此教育部也会公开各学校的招生状况 最新110学年的新生入测率 有七校补到六成 最低的是东方设计大学 只有一成九 其次像是台湾首府大学 圣约翰科技大学 明道大学和华夏科技大学 都补到五成 我们学校在过去 就还没有疫情 这个冲击之前 大概跟大陆合作 也相当不错的那个阶段 我印象中曾经有到将近一千个境外生 那目前大概是五百名上下 所以相对而言是有一些减少 但是目前还维持一个不错的状态 在受疫情影响下 明道大学境外学生数 从108学年的791人 到109学年只剩600人左右 少了四分之一 校方也改变策略 因应在地需求 强化精致农业科系 购买千万设备让同学操作 精致农业科系算是学校现在人数最多最多最广的 然后我们也不会担心说 随时没有要读或怎样的 就教育部来讲 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他的财务 他的财务注册率 我们可以去解读说 那学校你没有去了解 现在整个社会上 整个生员跟学生的一个区域来源 这样的情况 学校没有去做好好的分析 教育部强调 注册率不加 并不代表就会面临退场 这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指标 更重要的是学校是否有欠薪 有没有开课不正常的状况 大学他基本上 他的整个人事成本 教授或者是 这一些的薪水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估 我们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来估 三千名上下才会达到break even 那现阶段我们大概是在两千多 明道大学坦言光以学杂费收入计算 的确会入不敷出 但校方会加强招收国际学生 并推广产学合作来补足支出 没有退场的打算 有一些我们当然不客气的讲 就是有一些私有土地的私立学校 他如果他退场的时候 他会土地会转成商业区 也许他们总是会更乐于退场 但是我们是一定 这是一个算是台糖的土地 学校的经营就是只能够往前走 租借土地如果退场 校产将全部充公 校方正面回应将持续积极办学 但其实现在整体大专校院 更让人担心的是那些看不见的黑数 实际注册率低于六成的学校 绝对远远不止这期间 我觉得我们面对注册率 其实应该要更细致的去看待 第一个是说注册率 他这个数字其实是 并不一定真的反映最真实的状况 举例来说我今天是学校 我如果要让我的注册率提升 其实我就把招生下降就好 那看起来我的注册率 就会有所改善 原来公开的注册率数字 教育部会提供美化数字的机会 依据招生策略 每学年进行调整更动 操作的方式叫寄存名额 那也不是说你要拿回来就拿回来 你没有达到八成九成方法 他你这个因为你还没有招满 你在你的国家里面就可以去做回选的情况 其实寄存名额他只是对学校来讲 他期待的是说 等未来我们到117以后 人口是可以上升的 我有机会跟教育部要回名额 只是存着那个希望而已 所谓的寄存名额指的是当校系认为 自己没有办法招到预想学生人数的话 可以提前把核定的总招生名额 自行决定数量寄放在教育部 寄存让学校有生存的希望 但学生的未来只能寄存在希望之上吗 我假如一个系 我本来是招一百个学生 可是我这几年招到六十个 那你的注册率就变成百分之六十 那假如我明知道这种情况 未来不太可能再有一百这样的风采 所以我把一百个方面 我提拨到四十个去寄存 教育部并未公布各校寄存的数量 但有校长私下透露 虽然是极少数 但其实连国立大学都有人这样做 主要的原因 除了要让账面数字好看之外 还和补助款有关 教育部明误规定 你不能要求老师后面去招生 然后类为他的考基方面的部分 可是教育部却用注册率来判断学校 要不要给予奖助跟补助的部分 那这个中间就会有一些落差 过去当学生少于三千人 注册率又连续低于六成三年 就可能会被列为专案辅导学校 而现在教育部又强调 最主要看重的是财务 但注册率在低于七成的状况下 会被扣减补助款 等于本末导致才会出现寄存乱象 假设说他把这一块去偷钩 那就让他回复到原来的情况 让他最严实的 那这个台湾真的会很惨 以前有所谓十八分就可以进入大学 现在就可以 那个所谓的退草之后 就看谁在裸眼或怎样的情况 寄存名额本意是让校方有弹性运用空间 但当和补助款有直接关系时 就怕变成数字游戏 无法反映出实际状况 面对可能存在退场风险的学校 教育部应该用更积极的态度 公布名单甚至介入接管 才能真正保障失神权益